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海公园的豪蒲间 一般很少有人注意到 大概因为这个位置有点隐秘 一边要穿过小镜而入 一边要爬山头而入 而在公园大道上走的人 往往不太留意这里 虽然有电视台专门介绍过 但还是很少有人知道 豪蒲间位于北海公园东岸 是北海的园中之园 明代嘉庆十三年初建宁河殿 乾隆二十二年增建成北海的园中之园 四面古树葱玉 遮天蔽玉 河水经画坊斋缓缓流入 曲桥 水池 山石 回廊 回旋于纸尺之间 景色清幽深邃 豪蒲源自庄子的一个典故 豪指庄子与惠子豪梁安之于乐的故事 蒲指庄子蒲水钓鱼 关于此规则 令其死为留骨而归 宁其生而夜尾途中的故事 后人以豪蒲 指称高人咸游之所 体现了古人与大自然亲和无间的状态 反映的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 豪夫间的水池上有一座九曲雕兰石桥 桥的北端有一座石牌楼 牌楼两面各有莲鹅 南面的莲鹅是日涌亭台爽且静 雨于花木秀而鲜 横娥市山色波光相演化 牌楼后面有一潭碧水 水上有一曲折小石桥通往豪蒲间 走过水泻曲桥 进入迂回峡谷 奇风怪石 波光云影的画景随处可见 传说 《乾隆六次南巡江南》 带来描绘图本 豪蒲间是依图仿见的一部分 乾隆特别喜爱 他自提的对联是 横高位雨生姬满 松帐横云画影 反映出本源 山水松竹长画卷的动态 豪蒲间的利益 妙在 听山水清音 得愚琴之乐 防隐世之趣 着住体现 清流 宿炼 鱿鱼波济的意境 豪蒲间 是一个成功运用 造源要素 而创造的 妙趣横生的 小型自然山水源 它虽有古人而作 但对现代造源艺术 仍有重要启示 值得我们多进一步研究 您喜欢这期节目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